4号国内新增25例本土个案 其中包含桃园日益物流相关增加10例 桃园亚旭电子厂增加1例 而高雄港相关则增加9例 另外从宜兰郊西延伸到高雄的诺贝尔幼儿园 则是新增3例 而台北房中业者延伸的点点幼儿园 则是新增2例病例 那现在正在烧的日立 日立这家物流的公司里面 那这里面总共 大概我们要监测是1250人 那大概都采过了 那有250人在旅社或集中检疫所做隔离14天 那有一千人是做五天的隔离 那五天后我们还会再采过 指挥中心表示 桃园日益物流公司新增的实例个案 都不是裁剪阴性转阳性 而是首度裁剪旧式阳性的个案 是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案例 而桃园远雄港部分则是渐渐在首尾当中 再来看到高雄疫情的部分 总共新增12里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特别指出 在某家防疫旅社里面 同一层楼有数位确诊的情形发生 那目前高雄采取的方式是一个预防性的清空 先清空到集中检疫所来 那要召回1月19号以后 有住过这防疫旅馆的人在召回采检 那把这个旅社的情况把它理清来 陈世忠也表示 由于高雄市府积极进行社区采检监测 高雄港区相关个案都已经扩大匡列 因此新增的个案都是可以追踪到的案例 估计这两天 疫情状况就会渐渐明朗 至于高雄诺贝尔幼儿园染疫个案病毒定序 现在确定与宜兰交新饭店群聚相同 并非从高雄港传入社区 有些新闻中的许家荣台北时采访报道